小米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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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盒子就是一些網站推出的一種購物方式 就你只要繳納一定的訂購費 然後你每個月就能收到 它物超所值的一些小樣的套裝 說到小樣呢 其實我以為它已經是正品的中樣來的 就差不多它是30到50毫升左右 總之它是物超所值的 然後它有很多種類型 有護膚品類化妝品 還有美髮類的 然後我昨天有看到一個網站上面還有五個類 就是一個廚師他把他地製了一個食譜 然後他把食材什麼都準備好 還有寄送給你 總之就是一種很新奇的一種購物方式 那我訂購了兩個網站 一個是Glossy Box和Lupa Fantastic 因為我收到的比較忙 所以就是月坦就是現在已經是 跨年的時候了來給大家 錄的這個視頻和大家一起分享 這兩個盒子 然後我訂購的 就是Glossy Box呢 還有Lupa Fantastic 這兩個主要是以化妝品護髮類啊 護膚類主要為主 然後它不僅有女生 它也有男生 就很貼心 然後比如說呢 Glossy Box 然後它就是 它有一個月呢 差不多是15.5毫 然後三個月是40多毫 然後我訂購的是一年的156毫 然後就比較划算 然後我收到的第一個是 因為我從12月開始訂的 就聖誕節奉的 就這一個 然後我收到的第一個盒子 就是明藍色的 那種很好看的顏色盒子 然後在側面是銀色小星星 然後它裡面呢一打開 然後它有一個小冊子 這個小冊子呢 就是有介紹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它今年的風格就是 冰冰冰然後有一些小星星的風格 然後它上面最主要的是 它把價格都標註在上面 然後它後面還有用它裡面 所包含的化妝品做的一個化妝教程 然後因為它今年是小星星的風格 所以它還有一個小星星甜點的食譜 真的很貼心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盒子裡面有什麼呢 首先呢我們來看這個Talika 這個牌子呢就是比較活的一個 睫毛增長液的那個牌子 我們有買過他們家的護膚品類 那但是我今天試了一下這個 它是說是日間用的乳霜 但是它擠出來呢是乳液狀的質地 然後抹開是一個膠質的質地 然後它保濕力度很好 它的原理就是說它用日光來增加它的吸收 然後再把它裡面的成分轉換成保濕的一種 深層保濕的一種成分 就是它是日用的 然後我沒有想到這種 因為它包裝真的很簡陋 我沒有想到它的保濕力度真的很好 因為我是先洗完澡之後用它 那我才知道我出去去拿了一個快遞 就走了蠻遠的 然後回來之後再畫個磚 但是它的保濕力度都很好 但是我不會回購 因為它的包裝 它的味道也就是 它不是那種很天然的植物 它感覺還是有一些添加物在裡面 但是我會把這一罐用吧 因為它的保濕力度還滿不錯 好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呢就是這個火山面膜 是一個法國的品牌 然後叫ラデオヒデーボルガ 然後它是說它是有很多的花元素和火山元素在裡面 然後是很天然的 然後它是說它起到了一個清潔作用 那我看了一個小冊子 小冊子上面很有趣的是說 為什麼它會把這個放在裡面 就是說它在黏默的時候 讓你的肌膚來一個深層的清潔 它確實有起到深層的清潔 因為它擠出來是這樣子的 它是說擠出來 洗完臉之後 你擠出來 薄薄的敷在你的臉上兩分鐘之後 打圈 然後把它剝落掉它 那我昨天晚上可能 因為我試用了它 昨天晚上可能塗 塗得太厚 就沒有剝落掉 但是我有用過它 然後磨砂了一下 因為它顆粒真的很粗 但它今年也都真的蠻好 畢竟那麼粗的東西在你臉上 目的都能剝成的 然後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是淡紫色 磨上完之後就是藍色的 然後最後洗掉之後呢 真的會有很光感的感覺 是我第一次用後續的護膚品 第一次吸收那麼快 但是我會用完潔滚 它我不會回口 因為它畢竟太粗了 它是說一周用飲料兩次 但是我連衣櫃用一次都很粗 我擔心會傷害我的角質 所以說我不會回口 畢竟雖然說它是植物的 但是我不會回口 因為它那麼粗的那個顆粒在裡面 很難 接下來 然後它也有一個眼線刷在裡面 這個眼線刷不是很高級的那種 但是它也不佳 我試一下是這樣子的 還不錯 就免免強強 OK啦 然後接下來是一個乾洗碰霧 是一個go pretty這個牌子的 乾洗碰霧這種東西 雖然不是必需品 但是家裡面我覺得 還是備一個比較好 就以防會用到 這是一個小瓶 可以正好方便帶出去用 就出去玩的時候 可以鑽在這個行李箱裡面還滿多 因為它也小小的 它是50毫升 然後接下來是整個盒子裡面 我最喜歡的東西 是一個唇釉 然後呢 因為我一直 拿出來 我一直都沒有這種顏色的唇釉 是這個顏色 就和奶油巧克力的顏色 它是Tufos 這個牌子的名字叫Tufos 然後它的色號 Chocolate Honey 就巧克力蜂蜜的這個色號 因為我有很多口紅 可是我們都沒有買過這個顏色 正好寄來了 真的很喜歡 是整頁盒裡面 我感到最驚奇的 它的這個頭 是這種融融的 是融融的這種質地 要擠出來 就是擠的時候要輕一點 不然會擠很多 是唇用感 而且它很潤的感覺 是這個顏色 通常這種顏色 塗出來 因為我們亞洲人 塗出來就會顯得很沒氣色 但它有一點點虛紅掉在裡面 就不會顯得沒氣色 明天就要擦幾個口服 感覺很漂亮 然後它裡面會有一個蠟燭 蠟燭特 然後它本來是五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是它的特殊的禮物 它本來是說這個蠟燭裡面 會有一個小首飾 然後我昨天晚上就迫不及待 就點打了看 可是點到最後呢 我的這一個裡面 都沒有首飾 它是說每個 基本上每一個裡面 都會有個 施華洛士奇的首飾 可是我裡面沒有 不會也沒關係 因為它這個小杯子 真的很好看 然後它的味道 是那種淡淡的 嬰兒的 生上那種香味 真的很好聞 會有那種很幸福的味道 我覺得它滿不錯的 然後這個盒子裡面會有兩個折扣券 一個是 就這個蠟燭的牌子 叫My Pretty Candle 這個 因為我收到的太晚了 就是12月底才收到 它已經過期了 所以這個就用不到了 所以我就不把它放在資訊欄裡面 下一個是在Lando的這個 也是九折 那它有一個折扣嘛 我之後會把它放在資訊欄裡面 感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用這個 整個折扣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Fantastic的盒子 首先打開快遞箱的時候 它會有一本英國版的 Ellen的雜誌 然後最後它裡面也有一個小冊子 也是說它裡面 What's in the box 就是有什麼東西 就是在Glossy box裡面 但是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把價格標注在裡面 然後 就是沒有那個Glossy box那麼走心啦 然後 但是呢 Lock Fantastic的盒子 真的很漂亮 你看就是一個香檳色 要小雪花的盒子 那它近看呢 你看它的小雪花 它的小雪花 都是用那些美妝 還有護髮類的工具 拼湊而成的圖案 真的很漂亮 然後打開裡面 我們一起來開箱 打開裡面就是這樣 然後打開裡面 就能聞到一股很香甜的醬果味 然後這個醬果味就是 來自於這一顆沐浴球 這個沐浴球是180顆正磚的一顆沐浴球 真的很好聞很好聞甜甜的醬果味 然後真的會 就是你打開它之後 你就會想立馬去用它 真的很好聞的醬果味的沐浴球 然後接下來是這一個 Philip Kinsley的這一個 就是洗髮前用的一個護髮的東西 然後它在它的冊子上面是說 這個產品是專門為澳大利赫本而設計的 就是讓它在拍電影和做造型前 先洗髮的時候先用這個東西去保護它的頭髮 防止它受到更多的傷害 然後我今天也有用它 用完它之後 確實頭髮感覺有變軟 然後我就後續 我有上其他的護髮品的時候 感覺它吸收會很很快 就是我用完髮膜之後 我的頭髮有變順很多很多 就是我之前單獨上髮膜的時候 沒有那麼順的 但用完這個之後 我真的我頭髮好潤喔 那種感覺 就我之後會入正磚的頭髮 用完這個之後 我可能會入正磚 因為我感覺還蠻不錯 然後我之前看了一些評論是說 如果你的頭髮是很硬的那種很毛躁的話 因為它會感傷很多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看這個 在盒子裡面有一個這個牌子 是英國一個 英國一個很抗敏感類的一個深層 深層潔面乳 就是說所有膚質都可以用 敏感肌膚也可以用的一個深層潔面乳 然後它的功效是說 它是可以起到保濕 就是用深層潔面的一個潔面乳 然後它是有植物精油在裡面 然後我還沒有用 但是我聞了一下 它是很好聞的葡萄 又有精華的那種味道 正好我下個月要出去玩 正好可以帶上它 它是50毫升 對它們這些雖說是小樣 但是我覺得它一點都不是小樣 它就是 因為它50毫升啊 然後還有30毫升的 都是半正磚的那種 然後味道真的很好聞 而且這個牌子也是蠻好的 然後下一個出去玩的時候可以帶上 還有一片面膜 是這個COQ10 是Ski Republic的這個面膜 我還沒有用過這個牌子的面膜 但是它是魚子降精華 然後我搜了一下 就是查了一下它的功課什麼的 據說這個面膜保濕力都很好 之後會用它 然後用這個面膜 接下來呢是這個 有一個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現在在英國還蠻火的 這個牌子的專前 專前保濕凝膠 然後打開裡面 它雖然只有6毫升 但是感覺還蠻多的 它盒子也小小的可以 就帶出去的話還蠻方便 然後它裡面是有火 火凍的質地 然後它 味道和質地擦起來 真的很像膠藍的那個 就是有金箔的那個 膠狀的那個 磚前乳的質地的感覺 真的很像一下 味道也很像 因為我之前一直有用那一款 這個真的很像 但是我還沒有試用過它 然後 但是我看那個 好多推薦 好多種草篇有說它 之後我也會帶出去用它 還不錯 雖然只有6毫升 但是感覺可以用蠻久 接下來一個 也是一個口紅 是這個牌子 Melo的 欸我的這個相機 為什麼 它不會這樣 會這樣 大家能看清楚嗎 就是Melo這個牌子的一個口紅 它的包裝就真的很像 Mac的洗子彈頭 然後打開裡面 就是紅色的口紅 但是它是雅光的 顏色還 味道奶香味很重 味道還不錯 四色就是這樣子 滿正的一個紅色 滿深的 然後它是雅光色 正好秋冬季的時候 我很喜歡艷色的口紅 蠻好的 蠻不錯 整一個盒子裡面呢 我最喜歡的是 看一下 我最喜歡的AbiGuy 就是這個護髮的這個 因為我還沒有用過 就是畫前修復頭髮用的護髮 然後我今天用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的頭髮 就是軟軟的 然後吸收力也蠻好 就感覺不錯 然後這些呢 就是我這兩個神秘盒子的東西 然後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就給我點讚吧 還有如果喜歡我的話 就可以訂閱我 然後我會不定期的給大家分享我的神秘盒子 還有分享我的生活小故事 還有一些愛用品 大家可以訂閱我哦